哈喽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支视频 然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中的提升幸福感 然后性价比都比较高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能用到的一些好东西 那么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室内种植的无土栽培机 然后这个呢 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可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就是想要在家里种一些小蔬菜小番茄小辣椒什么的 但是一方面是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而且我确实不太容易种活那些东西 那么这个我是在Aerogarden的官网购买的 然后那时候是有折扣 差不多全部下来是90多美金 然后我觉得这个用起来操作特别简单 包括前期的安装 我们只需要在底下加水和这个植物 它们有赠送的植物的营养液 然后按上电源上面会有光照就可以了 这个上面的是LED灯是三色的 红蓝白三色 然后它会自动有定时 每天照射16个小时 然后底下的这个水和营养液 它有提示灯 差不多是两周续一次就可以了 就是操作上没有任何的复杂程度 然后这个我是买的时候它会赠送一种种子 然后我选择的是这个小番茄 然后我觉得会太单一 所以我又额外买了三个这个混合生菜的种子 所以这边差不多是这三个是小番茄 这三个是有羽衣 橄榄 还有两种生菜 我已经购买了有三周 所以三周能长到这么快 差不多它官网写的是普通的栽培 五倍的生长速度 所以可能我很快就能吃到这个小生菜了 这个高度是可以调节的 包括我们这边小番茄 可能要长得再高的话都是可以 最高能拉到12英尺左右 所以还是给大家很推荐这个室内种植机的 一方面可以作为一个室内的装饰点缀嘛 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看到它慢慢发芽成长 然后挺能享受到这个植物收获的乐趣的 然后那第二个好东西 你要给大家介绍什么 对 就是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小米的洗手机 颜值是不是很高 还可以 这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 就是你每次用它的时候 你就感觉哇 感觉生活的品质是不一样的 你的要求不太高 对 然后这个小米的洗手机的话 也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然后它要 看看 用的是四节五号电池 就是家用的五号电池 好像说是一次安电池可以用一年左右 然后配备的这个是它原装的小米的洗手液 然后就是买的时候它会送一罐 对 感觉三个月换一次 之前是听说就是这个小米的洗手液的盒子 是完全密封的 你用完了之后就必须要再去买它原装的盒子 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你用一些比较聪明的方法是可以打开 然后自己灌 然后我们在Walmart买的那个泡沫洗手液的那个原液 倒进去是一模一样的 用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按钮 然后是带LED灯的 轻轻碰一下 然后它会亮 亮了的话就是亮白灯就证明它在operate 然后你把手放下去 然后它用红丸线感应 然后自动起磨 然后它这个磨的那个出来的这个亮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不多不少 正好让我够洗 这个起泡机的那个起泡的程度我也觉得挺好 就是洗完了之后手上还挺丝滑的 我们还算是小米的脑残分 那么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女孩子比较喜欢的一个扩香器吧 然后可能大家用这种扩香或者是这个蜡烛香分用的比较多的都是祖马龙和Deep Tick吧 然后这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品牌 那么最早我们是在就是斯福兰随便闻了一下这个味道 非常喜欢 然后回来搜到这个品牌 其实这个品牌还蛮有名气的 就是Nest 是纽约当地的一个品牌 然后他们就是专门做香水和香薰这一类的东西 那么我们差不多已经用掉了有三瓶这个样子 每一瓶这个扩香大概是175毫升 然后它说能用到三个月 其实我们这一瓶你看还有这个底 用了将近有快一年了吧 有大半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它这个扩香味道它这个还是蛮合理的一个量 然后也相对比较持久 不会是那种比较浓腻的味道 然后上面这个藤条 这个散发的这个味道也不会过浓 然后这个我们最喜欢的味道就是 这个黄色盒子的这个西柚的味道 它里面就是比较淡淡的一种水果香 里头有西柚 菱兰 还有一些就是花香果香 然后这次是我是趁着打折的时候又囤了两盒 那么这个香薰就是蛮推荐的 持久性价比很高 这个打折的时候只要30多美金 然后能用大半年的时间 那么最后一个给大家分享的好路 就是一个降噪耳机 就是这个索尼的降噪耳机 然后型号是WH1000MX3 是它第三代的降噪耳机 然后这个耳机是我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买给露露的 喜欢吗 所以你们懂李公兰的这个送礼品味呢 是 但是由于这个耳机实在是太好用 所以我经常就把它偷偷的带到办公室里头 然后边工作边听音乐 特别好用 有一点是因为我头特别大 我之前也有一个boss的一个降噪耳机 但是那个耳机的问题在于 因为我头太大 所以经常戴久了之后 我会觉得那个头夹得特别难受 但这个耳机真的不夹头 我经常一戴给戴好几个小时都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个人还真的是挺喜欢这款耳机的 然后它的整个控制是通过它这个右边这个有个触控板来实现的 换歌的话只需要这样 这样来回滑就可以了 然后调节音量是上下滑 这样这样 它还有一个好处是有一个很强大的手机APP 当你匹配了你的耳机和你的APP了之后 它可以自动的检测你的很多行为模式 然后来调节它的降噪模式 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特点是我在办公室的时候 比如说有人想来跟我说话的话 我不需要把耳机取下来 我只需要把我的手轻轻的放在这边按住 然后别人跟我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直接从我的耳机里头播放出来 然后我可以同时听到音乐和人说话的声音 都不需要把耳机取下来就可以跟别人交流 开心吗 我不想跟你说话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做的好无分享 喜欢我们的话记得关注我们的channel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